各位网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5月14號,首先這裡有社長李敏汪 各位早晨 紐西蘭的義德台洋 大家好,各位早晨 澳洲的曾BC 你好,我好,大家好,財事正,你好,早晨 是,我家產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的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一定要將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這一節主要說也是攬炒的 就是關於沙中線的報告出籠 其實現在很多人就說要司法覆核,整他 見你一沉白踩有水就抽,各路人馬都出來了 那其實到底是不是這個獨立委員會 穴權呢? 這個社長是不是工程上有些話說? 這個穴權是中科的老闆說的 就是中科的老闆其實早幾個月之前已經說要,他已經退出了這個聆訊 還發起了這個眾籌 又眾籌? 是啊,說會提出司法覆核 但是上次我看到,我現在不知道他有多少錢 那個眾籌 他還起了一個名字,幫我眾籌運動 叫做中科監察 那這件事其實原來那份報告有些端藝說出來 究竟為什麼中科這位潘先生會這樣做 那講一講報告的內容,有點悶的 但是呢,我覺得是值得聽的,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聽到報告之後呢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那些人會 第一,為什麼那些人會爆料呢? 第二,為什麼那些人會說要眾籌呢? 為什麼會覺得這個不公道呢? 那其實,高不公道呢? 我覺得那個專家委員會說出來的東西都很專業的 但是呢,當然有些人會覺得不公道 因為可能自己的利益受損 首先要講一個可能 那不是一定的 那他那個報告呢 第二,有很長的 那個報告呢,那個PDF file有275版 實際上有內容的地方呢,就是273 那他有很多章節的 那我們就講一講 第五章,第五章就是 講那個紮鐵工程 對違規行為的指控 那媒體報道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媒體呢?就是讀過 哈哈哈哈 因為讀過,那時候就拿出來說 就 說呢 有人在 東西走廊 層板 南北走廊層板 和層板與連續長搏接駁位的 建造工程進行期間呢 看到這個紮鐵工人呢 就大規模和有計劃地剪短這個鋼筋的扭紋部分 讓鋼筋看起來呢 已經穩妥並牢固地扭入螺絲帽 但是事實上呢 只是扭入了少少 或者完全沒有扭進去的 那報道呢就說 由於發現大量的螺絲帽已經損壞 或者被推出至不對齊 為了避免額外 進行大規模的螺絲帽維修 或者更換工作 工人就捨難取義 將鋼筋的扭紋部分剪短 這個扮 其實就是說這個裝甲狗啦 鋼筋已經穩妥並牢固地扭入螺絲帽 有份報道還說 有20%的螺絲帽可能已經損壞或者移毀了 導致鋼筋難以或者無法完全裝入螺絲帽 那篇報道又說 禮頓沒有更換有問題的螺絲帽 只是安排工人將鋼筋剪短 禮頓要為這些違規事件負上責任 那個報道還暗示了一件事 就是違規行為源於監管不力 有人故意忽視問題或者這個問題沒有被發現 後來就落石屎遮住了問題 這個違規行為軟教造工差略的問題嚴重 因為造工差略是什麼呢 有人說過那些石屎震得不好 有蜜蜂鬥這樣的情況 震得不好的意思就是 石屎就要拿一條震棒下去震的 其實就要震到它 就是表面都黏在那個方那裡的 當然有些不是啦 有些人有些情況下會震得太厲害 震得太厲害那個沙和石就會分離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混凝土或者石屎 就是三樣東西混在一起 就是碎石沙和鷹泥 鷹泥就是Cement 這三樣東西混在一起的 施工是要有技巧的 還有有些設計是令施工很困難 譬如呢 如果那個設計很多鐵的話 連震棒都震不好的 很多時候是 那炸鐵其實是很難的 就是我之前在節目裡有一次都說過 有些炸鐵工人呢 就不達標的 因為其實全世界都是 你判上判的時候 你判到最後下場做的那個人 可能根本什麼證都沒有的 但是香港不是啦 香港一定會有證 香港應該會有證的 但是我們知道 就會 這裡判到是沒有證的 因為 沒有的 你有證那個 看著沒有證那個人做就行了 但是有證那個人他不會看著的 我告訴你 哈哈哈哈 實際上是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法避免了這件事 就是 扎鐵就直接是扎定 接著扎定就運去西那裡 才扔下去 如果簡單一點那些 當然有些複雜的就沒有可能 譬如一棟牆那些就很難扎定的 但是 順量可以在工廠扎定 都是工廠扎定先的 現在我們這裡的做法就是 是啊 Pecast 應該是多數 不是 多數 遇製件 如果你說Pecast 都是多的 但是就算你在西那裡賭石屎的話 那些鐵也是可以扎定的就扎定 因為 因為在西 在西那裡有很多出狡猾的人 就是很麻煩的 那 試過扎棟牆呢 都試過 就是 接著呢 結果就是要 就是我們這些根本都不是學習鐵的人 幫他撿好 因為他放了工 第二天到賭石屎 他放了工就走了 叫不到他回來 是 他那時候是幫李頓做的 那時候是這裡的 李頓 為什麼要廢一條橋 其中一條柱 那些鐵扎到亂了 接著要他自己扎 因為第二天要下石屎 多嚴重 當然 我不是說香港李頓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個是生態的問題 如果生態不正常就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你說是不是正常呢 其實 就是為什麼會變成常態呢 就是因為 那個行業 那個技術不斷向下 就是沒有一些比較有系統去訓練一些人 譬如 因為扎鐵很辛苦的 其實 就是香港算好的 就是在外國 扎鐵很多時候就是 那些人自己說自己認識 其實他就不認識的 但是呢 你去到西方 他不是在那裡扎的時候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不認識的 是很麻煩的 還有看圖也不認識 有些人就是亂來 這裡扎多 有些地方就亂扎 扎多些鐵 他還跟你說 多些鐵沒所謂 因為不認識的 其實有時候多鐵也是不行的 這個石屎 那好了 講得太遠了 那就是說 那個報導 就是說 扎鐵工程的施工方式 導致商連結構接駁位 出現 潛藏的內在風險 那 不要說 這個 讀過的報導 最初是源自何人何事 令事情引起廣泛 關注的就是 潘先生 其中中科興業 這個是報告講的 我是跟報告講的 醫書直說 中科就是興建車站商營 構築物的主要分判商之一 負負責在炸鐵前後釘板 還有賭石屎的 就是囂住運營頭的報告那樣寫 其實不只是囂住 其實除了囂住之外 還要震埋 其實有些有蜜蜂鬥 那些不知道關不關的事 其實這個都是因素來的 是要弄的 好了 確保炸鐵工程進行時 鋼筋全部放置在準確位置 並且以完全正確的方法固定 對潘先生來說 會有直接而且相關的利益 因為工程完成之後 他一定要把這個石屎 就倒進去這些鐵 扎了的鐵上面 潘先生在委員前 委員會作風就說 他覺得這個 剪鋼筋羅斯文的部分的行為 不是因為造工差略而偶然出現的情況 是有系統的活動 他最初甚至是表示 這個是舞弊行為所導致的 他更加作公講述 他認為這個舞弊行為 是如何進行的 不過 這個必須強調的是 這個是報告寫的 潘先生並沒有堅持 這個舞弊行為的指控 那代表中科的大律師 在全面的最後陳詞之中 都沒有提過這些指控的 相反 他就提過曾經 發生的剪去鋼筋羅文的事件 的時候 雖然沒有提這個情況 是不是普遍的 表示這個情況是多項因素而造成的 那些因素可以說 羅斯武的品質不好 做工差 時間迫 還有禮頓和港鐵的監督不夠力 那對於這個羅斯武受損 甚至被推出 因此不對齊 因而雖剪短鋼筋 以製造鋼筋 以稳妥接駁的錯覺 這個情況是否普遍 潘先生從來都沒有向委員會提出 這件事是廣泛存在的 這個是根據報告所說的 你意思是 你意思是潘先生說的 不是我意思是報告的意思 報告的意思 對不起 報告的意思就是說 潘先生說的東西 不是全部的現象 可能是他見到的現象 是啊 沒錯 是部分現象而已 不是整個工程都是 是 他還有一件事有誤會 因為他最初就是 見到另外一間公司的十仔 就見到人家剪鋼筋 他剪鋼筋的時候 他見到穿著禮頓的衣服 那些螢光衣服 那他就 潘先生就說 這個是禮頓的員工所為 但是呢 禮頓是有向其他分配商提供制服的 那當這個事實 說了給潘先生聽之後 潘先生就承認了 喂 不可以肯定 見到剪鋼筋的人 是禮頓的工人 也都有可能是犯信的 就是另外一間 就是 判後 那好了 就是 潘先生他 有講過事件始末的 那我們就不講了 這個事件始末 但是呢 當時呢其實 禮頓和港鐵的代表 已經說這個潘先生的指控 就誇張失實的 甚至是虛構烈造的 啊 跟著呢 還講了一個原因 這個是我跟這個報告講的 就是 作為分配商的中科呢 和 作為成建商 和資深一方的禮頓呢 有商業糾紛 是未解決的 之前是 所以中科呢 希望呢 值此獲得這個商業利益 那為什麼潘先生 要提司法覆蓋 可能就是這些事了 啊 因為潘先生呢 就在那些時間提出 重提 有關的指控呢 不是巧合的 那客觀地看呢 他 當時 必定是相信 在中科和禮頓有商業糾紛之時 再提出這些問題呢 對自己是有利的 那潘先生其實到現在呢 都未能夠提出 無容置疑的實質證據的哦 他表示自己和多個中科的僱員 都目睹一連串的行為 啊 那顯然 就是怎麼說呢 有關行為 連同在他公司的檔案紀錄中的 相片證據一起考慮的時候呢 顯然構成危及車商 不是 車站商型 構築物 結構完整的有系統行為 是這樣說的 那 那 跟著呢 更好笑 有一個羅生門 就是潘先生呢 就說 公司 他公司就是中科 檔案紀錄 那些全的相片 和禮頓 九分鐘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是呢 他就沒有把這些相片提交給這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哦 根據這個潘先生的證供呢 雙方的商業糾紛呢 最終達成這個和解 禮頓在他簽署了保密協議之後呢 游說過他 要將那些照片紀錄銷毀 這樣說的 哦 這樣啊 然後禮頓呢 有個人就說沒有叫他做過這些事情 哈哈哈哈 這個真是口同被咬 是啊 整件事是很... 那本身呢 當然 當然 啊 其實就... 他現在就是咬啊禮頓的 這個 中科 那麼禮頓呢就說 一直以不公平的手法經營 導致呢 他的公司 生物檢視內部紀錄啊 就是說 因為... 哪家公司的內部呢 就是中科的內部紀錄 因為 禮頓 不公平的經營手法 他主要是說 那可能會導致更... 禮頓的營商手法不公平呢 導致 發現更多嚴重不合規格之處 我告訴大家 其實... 如果在香港的話 禮頓算是公道的 哈哈 你做了實際的話 錢應該是收得到的 有些更加不公道的 我告訴你 就是... 現在... 就是現在他說 這個禮頓不公道 我都要說 禮頓其實都一直都算是很公道的 就是如果就算在香港也是 不過... 算是肯找數 算是肯找數 你不是...如果不是他 其實為什麼 我都說他公道呢 到最後呢 他跟中方的商業糾紛呢 都是解決了的嘛 是啊 都是... 都是什麼啦 那OK啦 其實... 其實就講了一個問題 就是... 2017年的時候呢 1月有份報告的禮頓 但是那時候呢 就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 那... 就... 當時就做得... 就是這個錯失良機 他那個報告都是這樣寫的 本來可以處理一個問題的 就是... 2017年1月 可以... 可以... 做好件事 結果呢 就... 不是... 就錯失良機 那接著再失良機 就是港鐵公司期後的報告 就是2017年2月8日的事 啊... 有講這個... 就是那個... 問題啦 那當然啦 他那裡呢 現在那份報告呢 他有兩... 他有幾段呢 就是redacted的 就是遮黑了的 可能是跟那些... 合同啦 認識或者合同有關 嗯 那其實中火到最後呢 就是... 跟禮頓結束了這個合作關係的 但是呢 有一段呢 是講得很好 有一段呢 就是講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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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就是... 那個... 扎鐵的情況 是否有問題呢 那... 啊... 在委員會的時候呢 就是... 剪短... 你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剪短鋼金的情況 有多嚴重呢 這個重要問題呢 潘先生呢 從未向委員會呢 表示呢 這個情況廣泛地出現的哦 他表示啊 當他和同事目睹這個違規活動的時候呢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會嚴重到損害建築物的結構 令到他不完整的 就此... 當他被問及這個... 喂 如果你認為確實有危險的時候 為什麼還會落石屎啊 那他的回答就是說 其實還沒有去到那個關鍵點的 哦... 他都不是認為這件事是不安全的 那跟著他... 跟著還表示 其實... 我覺得... 他講我覺得就是... 他啊 剪了大約五個百分點左右 我有估計的 這個估計一直都有存在 我也都覺得很可能是那個... 如果只是講剪短鋼金 是... 在那個安全的範圍裡面的 那就是他之前講的都是廢話啦 就是... 某日報說有20%是有問題的 根本就跟潘先生講的都不一樣 嗯... 但是之前潘先生開了記者會 其實我們當時舊節目就覺得他... 他... 是不是有些... 我懷疑不代表本台立場 是不是經過某些責任 或者做錯某些事情 所以... 在那裡打牢打鼓呢 還有剛才如果按著這份報告的話 就是他以前講得很嚴重 但是貌似好像沒有這麼厲害 當然我們不是說對 不是說這種... 這些行為是不對的 所以說明這些行為不對 但是這些行為呢 設計的時候呢 有預算到一部分的 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說 一定要100%做得對才安全的 那當然啦 你當然盡量當然要合規格啦 這個是... 就是... 一定要的 就是你見得到 如果你見得到他炸錯了鐵 其實應該要弄好他的 在賭石屎之前要弄好 就是這個是我自己... 個人的看法 如果... 如果... 就算有時間限制的 或者他一早已經訂了石屎那些也好 我是不會讓他賭的 正常的做法就是 那好啦 如果真的會構成危險 那好啦 潘先生的證供就是說 他認為呢 不是因為剪短鋼根本身造成的危險 而是做工欠妥造成的危險 剪短鋼根只是欠妥的問題之一 嘩... 嘩... 就是... 他答得... 很取巧的 他都答得很取巧的 就是... 有些像... 泛文 我覺得他講的 戴著頭盔 是... 那... 就是... 其實就很... 很有趣啦 然後就說... 那當然有個問題啦 就是... 我們... 你剛才說的 就是... 獨立委員會都想到的 就是... 如果潘先生真的相信 炸鐵工作欠妥會構成結構危險 為什麼他同意繼續落石屎啊? 為什麼要等一整年 才把這個問題公開啊? 是吧? 嗯... 那麼... 潘先生就回答了 在2017年1月6日呢 發出電郵之前不久呢 才了解到這個車站 那麼... 商營結構物的結構完整程度 所受的威脅 確實有多大 因為... 大家要記住 最初不是他講的 最初是有些... 有些位置是有... 有問題的 碩屎啊那些 是... 本身是有問題的 那些是真的有問題 但是已經整了了 那麼... 那麼... 他表示... 只是尋找數據以協助中科處理 和禮頓的商業糾紛期間 翻看公司的... 相片檔案 才知識有關的情況 然而... 潘先生的證供就是說 基於他相信已經和禮頓達成了最終的協議 禮頓保證會採取補救措施 確保車站雙營結構... 雙營構築物長遠而言結構完整 他於是呢 就銷毀了那些檔案 那麼呢 他說 禮頓的明確要求而做的 他說 但是呢 禮頓呢 就從來都是否認 曾經提出過這個要求 結果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就無法查究 可能是重要的證據來源 就是這樣 哈哈哈 你說 其實... 其實就是... 整件事... 他拿了一些指控出來 好了 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就根據整件事去判辯 因為其實他所有事情都要考慮的 而不是說... 不是像潘先生那樣 這個月權 那個月權 是 實際上... 他... 潘先生認為月權呢 是怎樣呢 就是... 那... 就是... 那些事發福核 其實我認為呢 裏面有很多事情呢 都對... 就是... 中科... 是... 不是... 那份報告 出來的東西呢 對中科和那個... 潘先生的誠信呢 是... 打了一些問號 是... 真的... 就是... 都... 很多事情都是... 似是而非 和講半不講半 其實我覺得... 這份報告反而... 令到... 信誠了 因為他... 前後矛盾 之前講到實雅實指 很嚴重 那... 但是剛才他講的好像... 其實... 都... 不是那麼嚴重的 這樣 是嗎 是啊 那... 委員會其實已經... 那... 委員會其實有個結論的 他就是... 採訊了這些證據之後呢 就是... 雖然有剪短鋼筋的情況 但是這個情況呢 不妨犯 證據呢 就顯示不超過... 2%... 到... 3%... 就是2%... 的... 鋼筋被剪短 就是... 羅文鋼筋鋼筋 很少... 很少地方有這樣的情況而已 是啊 剪短鋼筋是違規行為來的 但是情況不會導致... 車站商營結構物的結構不完整 那... 這個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委員會呢 不需要... 研究工程是否符合法規 因為是明知... 有些事情已經不是符合法規了 告訴大家 就是有違規行為 因為剪短鋼筋有違規行為 是嗎 所以... 潘先生說的話 未必... 未必正確 就是... 他可以司法覆核的 如果他喜歡的話 就是我覺得 但是司法覆核的結果 都會一樣 因為... 你要考慮... 考慮實際的情況 這個調查委員會 是吧 那... 那... 好了... 有幾次... 這個... 這個委員會 就相信了幾樣東西 就是... 有幾次沒有明確數字 工人是沒有A款鋼筋可用 就... 將這個A款... 將這個B款鋼筋 改為A款 所以... 就剪了這個... 這個... B款鋼筋 啊... 那麼... 禮頓和港鐵呢 就沒有縱容 剪短鋼筋的做法 這個是正常的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被人這樣做 如果他看到的話一定... 一定禁停的 那麼... 有泛信合約規定 該公司負責紮鐵工程 而剪短鋼筋的人 是泛信的僱員 但是沒有證據顯示 他們有僱主的批准 以及僱主呢 就慫恿這些行為的出現 嗯... 就是這樣了 啊... 那... 整件事... 還有很多... 事情的... 不過呢... 大家要明白 他們現在管的事情呢 就是... 只要... 只要不喜歡... 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他們就會司法覆核 所以... 大家... 想起一個... 什麼叫做... 五大訴求 他們... 是的... 他們裡面有一條... 就是要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嘛 是嗎? 如果真的... 特區政府說要做獨立調查委員會 到最後調查完之後 只要報告不合他們意 他們一樣會眾籌 他們已經有下一步了 就是眾籌司法覆核 哈哈... 哈哈... 其實最重要的重點是眾籌 而不在司法覆核 哈哈... 哈哈... 是啊... 沒錯... 沒錯... 他一定不高興的喔 你不眾籌啊... 你看一下陳志全議員 說要中籌 醫一醫他的腰骨 啊... 幾個小時而已 幾個小時... 一百一十萬 都要中籌啊? 蛤? 是啊... 這條腰骨都要中籌 哇... 不是他要告別人 他要告別人 說別人弄傷他的腰骨嘛 那他現在要告伯偉強 幾個小時就一百一十萬 我們都要中籌啊 是啊... 就要搞個中籌了 不過在想找什麼題目 哈哈... 我們不要搞這些啦 那些黃友搞你的... 那些正常人又搞的 就死了 那個社會 就是人家用的招數不代表 在建設力量都可以用同一樣的招數 那是 你用同一樣的招數就死定了 就是同一樣的招式 不同人用 其實就是玩爛的社會 就是人人都用那些 這麼不堪的招數 那麼社會還能生存得到嗎? 是吧?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太長了 就是這樣 拜拜